大家好,今天是2012年12月19号星期天 这个是英国的泰晤士报 12月18日报道 世界反兴奋计机构 已经对孙杨进行了新的调查 原因是他们接收到举报 说孙杨在竞赛期间 中国政府资助的训练设施中 接受训练 若调查属实 孙杨的竞赛期可能是要 因为违规而重新开始竞赛期 之前孙杨的竞赛期是8年 现在减到4年03个月 就是到下一次奥运会之前 那么孙杨的年龄是30岁 所以下一次的奥运会可能是他运动生涯里面最后一次参加奥运的机会 那么 这个是 这个泰晤士报说举报人提供的照片 照片是拍孙杨在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后面用的这张照片 是在浙江某少年体校的泳池和健身房训练 该体校完全由国家资助 反兴奋技组织规定 资养竞赛期间不能 隶属于中国游泳协会的其他运动员一起训练 那么 这个奥运会的这个什么世界反兴奋技机构 应该是跟奥运会是一起的 跟这个奥运会委员会之类的 是一起的 那这个机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规定 假设就是运动员违反了这个兴奋技机构制定的这个规则 那肯定影响了运动的公平性 这对这个运动精神是一种比较严重的一个干扰 那么他这样规定 你一旦违反了这个兴奋剂的这个 你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是 孙杨像孙杨这样 他是拒绝接受这个检查 那么 你会影响到其他的运动员 所以他规定你不能和 其他运动员一起训练 或者是你国家的这个游泳协会的这些运动员一起训练 因为这样可能这样肯定影响不好 因为你你用兴奋剂的嘛 你如果用兴奋剂的话 你再跟其他运动员一起训练 这个惩罚可能得不到什么惩罚 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你可能跟其他运动员一起训练 然后也可以参加比赛或者什么的 反正这个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规定 但是这个消息里面 我看出的这个不合理的东西就是 他说 我觉得孙杨针对孙杨 孙杨这个人来说 他的职业就是一个职业的游泳运动员 那他去哪里游泳 他没地方游泳 在中国全部都是中国游泳协会的 中国的这些游泳的资源 像样点的游泳池什么的 全部都是国家自助的 全部都是游泳协会的 那你让他连 你规定这样可以 你这样规定可以 不能与国家游泳协会的其他运动员 或者是 由国家自助的这个场所去参加训练 这就等于是正式的训练了 不能有这个正式训练 那么他就是喜欢游泳的话 他想游泳 你说他去哪里游 他没有地方游 全中国的这种像点样子的游泳池 全部都是国家自助的 全部都是 没有私人的地方 他没有地方游 他除非去国外游 你叫他去一个 他喜欢待在中国 他喜欢待在大陆国内 然后他又想游泳 那你不能让他没有地方游 他可以不训练 他不一定是要训练 他就是喜欢游泳 他想游泳行不行 他虽然说 有犯错 禁止不接受你的检测 或者是 他到底有没有使用兴奋剂 使用的话 就算他使用了兴奋剂 那你也不能让他 一个喜欢游泳的人 没地方游泳吧 他就没有地方游泳嘛 根本就 所以这个问题 根本就不在于说 什么竞赛期违反规定 你让他 问题在于中国 中国这个 中国是一个 表面上 好像什么都行 加入世贸走之 你说那些侵犯知识产权 保护劳工权益 没有强迫劳动 这些东西 他全部都给你答应下来 实际上 他一个一概不做 实际上他全部 他是利用廉价劳动力 欺压劳工 然后 侵犯知识产权 盗窃知识产权 全世界 那么 对你体育也一样 你这个奥运会 然后这些反兴奋机机构 你还给他减刑 你可以把八年减到四年零三个月 你不可以说让他游个泳啥的 问题是国内没有 像样点的游泳池 像他这种水平的游泳的运动员 他肯定要去一个像样点的游泳池 他不可能去 我们普通人去的那种游泳池 像澡堂子一样的 什么都没有 他怎么游呢 那个水质都不达标 稍微只要水质达标 看上去像样点 有点这种 像运动 这中间有一个漂浮的 隔开的这种 像样点的这种游泳池 不都是国家制作的吗 那你不让他游泳 那你还给他减刑 那你减的干嘛呢 问题在于中国 他没有私有的财产 这些所有的这些 像样点的运动游泳池 和这种正规项目的运动场 那我在上海的时候 我打网球 那网球场那都是 国有的给领导用的 像样一点的网球场 平时其他的这种 如果不是国有的 比如说小区里面这种网球场 那都是脏的差的 要么就根本就不标准 稍微有一点要求的话 那只能去这种 比较正规的 还有什么宏图场这些 你说他不是国有的吗 他肯定都是国有的 普通人用的 普通人能用的这种东西 游泳池就像澡堂一样的 网球场就脏的一塌糊涂 要么就尺寸根本就不够 后面根本就不够你跑的 网页烂的什么各种问题 那问题不是说在这里吗 你去竞赛孙杨 有什么用呢 所以问题在于 我说了 你不让他在国家资助的 不让他在中国游泳协会的 其他运动员去的地方去游泳 那么他作为一个喜欢游泳的人 他根本就没地方游泳 问题在别的地方 好吧